最近,河南人赵作海被驱打成招,判死缓的冤案轰动一时,如果将时间往前推移就会发现,此类重大冤案可以说是激连发生,层出不穷。 业内律师和学者认为,中共独裁下的党大于法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根源。 堪称比豆娥还冤的赵作海,比起河北聂树斌呼和浩特是呼格吉乐图,他还算是幸运的。 21岁的河北青年聂树斌被控强奸罪故意杀人罪,于1995年4月27日被处决,2005年这起强奸案的真凶王淑金落网。 蒙古族青年呼格吉乐图1996年走上刑场时,刚刚18岁,他从报案者变为强奸杀人犯,到执行死刑仅61天。 2006年有着杀人狂魔之称的赵志弘洛网,他交代的第一起案件,就是十年前的那起强奸案。 赵作海活着等到了昭雪的这一天,而聂树斌呼格吉乐图都因为没有熬过逼供的言行,而在供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,也都因为不曾做过的事情而失去了生命。 如何从根本上治理中国的刑讯逼供问题呢?北京著名维权律师莫绍平认为,关键在于中国司法独立的体制性变革。 以更上解决问题,我仍然还坚持,就是他必须是得司法独立的,法官也好,检察官也好,只从法律和正义的角度来对案件进行判断,而不受其他的任何的案外因素的影响,他也就不会借助于这种刑讯逼供的方式来去判断一个案。 赵作海、列树斌、呼阁吉乐图的冤案绝不只是个个案,在中国由于国家暴力造成的重大冤案比比皆是,在收容所被打死的孙志刚、河南武阳县农民郝金安遭酷刑逼供并被摘除了一个身,连续十天遭受毒打的湖北省蛇祥林杀妻冤案,河北省李久明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被逼承认杀人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冤案层出不穷? 著名评论员恒合指出,是因为中共公检法一家联合办案的机制造成的。 在中国呢,它是公检法联合办案,所以它的内部没有互相制约的机制,外部又没有监督。 在上面呢,还有政法委。 有了一个政法委,就有一个问题了,就是党的政策高于司法公正。 事实上,没有政法委的干预,在中国大陆法律不会被破坏的如此彻底。 真凶早已出现,但中共司法部门至今还没有给列宿斌呼格极乐图还一个公道。 河北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两地的司法高官的答复是出奇的一致。 他们说当年的办案人多以提升为领导,并且都很快即将退休,还是等等吧。 新唐人记者李静、李安安综合报道。